Hi, 大家好 因為天氣太熱, 我就沒有北上了 今天到處在香港找吃 支持香港飲食業才行 茶餐廳各方面我都有去 今天中午, 現在兩點鐘 我想喝下午茶 我來了這間酒樓 嘩, 你看, 真是九成爆滿 現在就是中午時間, 兩點鐘左右 出來旺角 逛逛街, 了解一下現在香港的市道 來到這裡, 麥花省球場對面 這個金雞廣場 在這裡有一間酒樓, 叫做什麼? 真味? 純粹緣分, 盲中中中上去 我又沒有看什麼網評, 看什麼資料 沒有的 總之就腳 逛逛街, 新水, 新汗 上去見到這麼多人流, 這麼旺 就這間 現在去喝茶, 晚飯好, 中午飯好 大家都是好像一大堆東西 推介它的菜, 特價, 哪些精選 真的好像讀書一樣讀 真的要慢慢刨一下, 看什麼值得吃 龍蝦我們就不吃了 看什麼精選點心, 什麼特價 它的點心, 你可以叫兩樣的 就是媽寶, 媽寶 你可以隨意在它的品種裡選擇兩碟 38.8 即是十多元一碟 但它有些有不同價錢的, 單點的 十六個八, 十六個八 十六個八, 西鮮竹牛肉 什麼豬手, 十六個八 但有些是貴一點, 鮑魚棉花雞 鮑魚, 鮑魚球竹, 鮑汁鳳爪, 碧綠帶子腸 那類的東西 有些是二十四元的 二十三個多, 二十四元 這張又不同 大家去選擇 這些就是海南雞 煲仔飯 煲仔飯也 七十多元, 六十多元, 八十多元 這隻又不算太便宜 一隻又不會貴 這隻豬腳仔 看起來好像挺漂亮 起碼都乾乾淨淨 嘩 汁水不錯 來吧, 吃一下 好吃嗎 來吧, 吃一下鎚腳趾 吃皮肥好不好吃 好, 相近看, 相親近看 算吧 應該蜜了 很軟 鮑魚 很鮑魚 很可以吃 很入味 很夠軟 很香 很入味 很香 很入味 其他很漂亮 看到這塊有兩條毛 這條有一點毛 其他也沒有 其他也沒有 看這塊 當然有一點 當然有一點 不會有這麼多 這是炸雲吞 你說要熱辣辣就沒有了 最重要是夠脆 不過不熱 爆汁 你沒吃過嗎 對 對 那個炸雲吞 多好吃 看都可以 特殊夠軟 一看都知道是蛋 蛋 還有蛋挑力 就肯定可以了 不要煤 好 夠軟 就行了 不真的 很棒 很棒 味道也好 這條腸粉 分兩條 一條 好像火車軌 什麼腸 牛肉腸 沒有了 那間大摩間漢發 我家喝茶 在周圍吃的 腸粉都是一般般的 皮 看看 軟不軟 起碼都叫夠軟 即是蛋厚 就不是說 起碼都不會硬 有些腸粉不硬 也不是麵粉做 是硬的 加一些可能去肉包 這隻要厚一點 都可以的 是粉厚一點 腸粉要皮薄 鹹正 很爛的 現在彈到周圍 二元大埔那間真的好吃 很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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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起碼它也是 粉沒有混合什麼 厚了粉 但咬下去也OK 起碼不會硬 那種 黑甘甘 黑甘 流沙巴 現在沒有吃 黑甘甘 黑甘 這隻牠也夠弱 夠鬆軟 可不可以嗎 這隻牠也很鬆軟 這隻牠也OK OK的 這隻牠也不吃 如果牠也不吃 每位都說正好 試一下 試一點點 這包不用吃,不准我吃大東西 是啊,我猜到好吃 這包起碼夠軟毒 大瓦奶,按下去 這麼大力 奶黃很香 油腸粉,什麼來的? 這個很好吃 油腸粉 這是什麼腸? 可以吃到 忘記了 又炸鬼嗎? 又炸鬼? 又試一下,炸兩 但裡面有餡 不是油炸鬼 不是油炸鬼 叫網皮 有脆脆的東西 有脆的東西 叫網皮 這個腸粉叫什麼? 網皮腸粉 有脆脆的東西 有脆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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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脆的東西 沒有脆的東西 金沙銀螺腸 這麼好聽 這個腸粉 這個腸粉的名字很厲害 金沙銀螺腸 名字很漂亮 為什麼它做得這麼好吃 有脆的東西 有脆的東西 皮很厚 薄 就是它這東西很薄 皮很好吃 這個很好吃 這個很好吃 很好吃 這個軟 裡面那個什麼? 那些是脆的 有脆的 脆片 裡面有蘿蔔絲 裡面有蘿蔔絲 這個很好吃 這個腸粉 這個南康倫 好介紹這個 這個推介 這個真是推介 各位朋友有機會來 一定要叫這個腸粉 吃了蝦餃 現在吃不到以前 這個湯汁的蝦餃 差不多了 不過不得 又不是說它不好 又不好 很好 以前蝦餃的皮 都不同 現在的皮 現在的皮都不同 我們以前吃的蝦餃的皮 很喜歡 對 以然蝦餃的皮 這些有一點韌韌的 以然蝦餃的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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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顏色都不同 這些皮 顏色都不同 又沒有筍 是吧 一味多蝦 一味多蝦 對 多蝦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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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很難以為 有湯汁入藥一盞 什麼 花膠灌湯膠嗎 什麼 什麼 花膠灌湯膠嗎 對 很好吃 很好吃 是嗎 很飽 整個蝦餃 嘩 還有蝦餃 哪裏吃得完 我試試這個花膠 這些花膠黃金湯 這叫花膠 唉呀 就是這樣 很多 凍 還是要看 看我熊熊也猜到有些怎樣 對 這些花膠 一咬下去 呢 一咬下去 一咬一咬 有一股 有一點海鮮味 海水味就當它是花膠 嘩這個花膠拌汤包餃 試一下這個味道 拍片給大家看 好飽了 好大隻 真是粥料 裡面有多少料 都是豬肉 有冬菇 豬肉冬菇 還有這個上康蒜蓄丸 真的好飽了 然後吃得完 這麼飽 不停擦解一下 一半吧 做一半就算了 應該老吃的 應該是粥料的 好飽 快給大家看看 粥料的 綠耳 紅蘿蔔 肉 有些菜 有些什麼 青色的粒粒 那些什麼 糕筍 糕筍還是膠筍 那些 綠色的那些 總之不知道它是什麼 好飽 好粥料的 它真的蠻粥料的 那邊什麼 不單是公廷 也要說這邊 我拿一半 這邊有蝦 有蝦的 有粥料的 我拍過那邊給大家看 公廷 這邊有蝦 挺好吃的 這個不錯的 楊枝甘露糕 我想也是那些 做楊枝甘露的味道 那些糕 其實我只是覺得 那些味道而已 口感不同 我真的不吃了 你們吃了 吃完告訴我 好不好吃 行不行 不行 不行嗎 看都看都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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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唉 我不試了 我真的很貌 更甜 大家聽聽 我的朋友說 我的老友吃不行 有隻鮑魚仔 原來鮑魚仔從哪裡來的 原來就是 從花膠灌湯拌來走出來的 我不知道 我剛剛說 我減了一半來吃 我這麼飽 我哪來吃 我哪來吃 不算花膠 還有鮑魚 還有鮑魚 藏在那隻 灌湯拌入面 三十八元 哇 三十八元 又有隻鮑魚仔 三十八元 對呀 三十八元 哇 三十八元 這個本來是三十八元 便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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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這個餡茶吃了三百零四元 便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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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分享影片 希望大家有緣看到的 開心一下 喜歡的 給個Like 指教一下 我不是什麼食家 其實說真的 我也經常看Youtube 我也有看完都去試的 其實真的是各人口味 這些Youtuber說好吃 我吃到的未必好吃 等於我說好吃 你們去吃到說不好吃 其實都是用來參考一下 都是分享一下 最重要是開心 祝大家身體健康 生活愉快 拜拜